年度大火剧《隐秘而伟大》正在热播 最新的剧情关注点来到了福安里弄堂的杨医学杨会计 因为他的入狱即将牵扯出顾耀东对抗中处长的一系列剧情 而这一位杨会计又是由演员杨浩宇饰演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是杨浩宇的经典角色你们一定知道 19年大火剧《安家》中的老油条谢丁峰 他精明事快幽默又不乏善良 是这部剧中非常出彩的角色 搭档罗进孙丽却丝毫不逊色 在《安家》中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为了照顾老油的孩子不惜一切 说他是个老好人不为国 印象中杨浩宇孩子龙门标局中扮演过老标头公叔 这个形象冷冷的大叔表情却透着一股萌劲 让很多观众都喜欢上了他的表演 这次他一改唯唯弄弄的形象 扮演了方圆势力之内必有公叔女友的情圣 代入感不是一般的强 我一直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你就是想坐在轮椅上考察工作 让我们再回到隐秘而伟大 杨浩宇饰演的老实人杨会计 没有谢霆锋的职场油滑 没有公叔的风流倜傥 只有作为普通人的心酸 原本是读书人大工厂里的会计 却因为世道不好改号拉车 白天黑夜干活 连给女儿换双新鞋的钱都赚不到 胡心插柳 赚到了观众的一把眼泪 杨先生虽然稀释宁人 懦弱无能 但是他凭双手劳动的勤恳态度 与女儿杨福多相濡一沫的深情令人动容 在他的身上 我们能同时看到小人物的卑微读书人的骨气 那么到底杨会计会不会出事呢 我们只能期待后续的剧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